有一個特別的經驗 就是我的朋友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跟我指定說 然後就是西門町有一家 非常非常有名挖耳朵 我也完全不知道 對 然後就他說 就是日本的旅遊書 然後就那邊 看這些挖耳朵的東西 然後我帶他們去 然後進去的時候 我看他們 我再嚇一跳 用筷子 沒有 不是用筷子 他的那個挖的那個什麼 叫做什麼 棉花棒 不是棉花棒 棉花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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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花棒 然後呢 他把差不多 這個長度是插進去 然後看的時候 你這麼深啊 對 因為我通常 就差不多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對 然後就插進去 然後就看的時候說 你朋友不會痛嗎 然後我進去 輪到我的時候呢 什麼 真的 而且很舒服 但是聲音很大 裡面一直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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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個聲音 然後呢 這個是別人的照片 但是就是 很大 這個空中人員準備的照片 不是我們準備的 但是如果我的耳朵挖說這個 我會覺得療癒 一定會 不會 沒有 而且還黑掉耶 沒有 還有終點是那個阿伯 他一直蒐集大家的那個兒子 然後到底 這真的大顆球 他幫你給我看 這個是以前是蒐集過的 好噁心 你知道嗎 網路上看 他擠粉刺 好聊耶 好噁心 好噁心的好聊嗎 我很喜歡耶 我很想去 我看過那種擠背的人 擠出來 擠出來 好噁心 好像天殘你知道那個 而且... 而且我發現女生也很喜歡看 男生擠那個腹肌的時候 女生那個... 有時候男生肚子也會有那個 腹肌痘痘嗎 對 肚子也會講痘痘 有嗎 沒看過那種耶 一邊看一邊覺得噁心 一邊很療癒 然後一邊覺得可以欣賞 因為他的腹肌就是很漂亮 因為男生夏天很容易燥熱 不是背 就是胸部或者是肚子 我看到男生的胸部 帶來肚子真的是長那個 我都沒看過肚子粉刺耶 肚子也沒有 沒有粉刺吧 而且還是低頭的你知道嗎 好癒癒喔 超噁心的 我超是...還有把身材立得很好 就不知道怎麼辦 你知道嗎 那如果那男的肚子很大呢 大概轉掉了 對啊 其實... 沒有這個必要吧 我覺得像掏耳朵這種 就是在台灣 就是我去掏過嘛 在國外掏過 有些很會掏得真的很舒服 你會睡著 很快就會睡著 你不會覺得癢 那你會緊張嗎 一開始好像會 但是他... 他痛到你耳朵那一瞬間 就這樣拉起你耳朵那一瞬間 就... 真的假的 他一拉那個腳步 你就覺得好舒服 然後他在進去開始掏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這樣 很快就想睡覺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台灣還有Vandy 對... 我有一輪朋友之前 不知道在網路上 還是書有介紹嗎 像士林有一排 然後萬華有一排 對... 他們來的時候女生 他們就說他很想來搬你 然後我說那個很痛耶 他說不會 他們平常女生會自己 拔什麼毛 拔什麼毛 而且他說臉白白的 很像無聊 我玩了一次我哭耶 全臉都是紅的 所以我就不敢玩了 第一次 第一次會痛 第二第三次我朋友 他們覺得很爽 對啊 那你那個朋友有哭出來嗎 我不知道後來體驗過了嗎 因為那時候 我一直跟他們講說 我有去給人家搬過嘛 就是搬完以後我覺得 我整個臉 半張臉都快很舒服了 真的 好痛喔 而且最痛的是哪裡 鬍子這裡 最敏感 你知道那個感覺真的是 書法的那種 我想說怎麼女生會喜歡 被這樣拔那個 好痛喔 整排都在弄啊 整排他們... 但有不能起來打老闆 我快打老闆 快打老闆 我又抓了那個 因為很痛啊 這個是我也覺得很特別 我上個月試試看 因為是比較傳統的嘛 這個的特色是我覺得 因為是我一個禮拜一次 需要刮鬍子 要不然有很多毛 可是那個做的時候 一個月都沒有毛 對... 對... 都是還有在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最痛的部分是這裡 這裡是頭髮嘛 所以好痛 還有這邊也有 可是超級痛 如果你們男性也沒關係 一定會苦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可憐阿姨啊 一般的人不用 拔那麼多毛 你的毛太多了 所以你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是有鬍子的嗎 對 鬍子不是鬍子 只是這邊的 鬍子的部分不行 要不然我會撕掉